後續既然再有演出 那大概這個舞團在台灣演出的機會大概就沒有了 因為他已經殺其他的團員 都會變成是確診者的接觸者 因為移工是直接進到家庭裡面去 那這邊表演的藝術團體 他必須是在舞台上演出表演的 我們當初對於這種表演團體 是沒有深入到我們的群眾裡面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要求他們要 其中的檢疫完之後要做裁券 這演出有一些商演的相關的權益 那我們的決定就是說 在演出前我們要做檢驗 那如果有問題那就停 沒有問題都繼續 那後來這個主辦單位自己喊停 那當我們演歌說欠他喊停 那只要注意到觀眾的相關權益法 那後續既然再有演出 那大概這個 在台灣演出的機會大概就沒有了 所以會取消他們後續的相關演出 後續就是不行的演出 因為他已經殺其他的團員 都會變成是確診者的接觸者 所以其他團員都在隔壁 所以就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部長會公布足跡嗎 因為其實他們還有去很多地方打卡 包括搜購員等什麼 現在一定要在進行 相關一定要在進行